入圍了綜藝節目主持人獎的超級三巨頭 碰狗 順哥 可麗姐 已經抵達我們的星光紅毯了 這非常厲害 想問你們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 最大的挑戰嗎 中間三間 畫最小的主持人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肢體點滿畫面 來自小的 互動對話這樣的挑戰 不用講話 還要主持吧 但是恭喜你們順利入圍囉 希望你們今晚也可以順利拿獎囉 謝謝你們 謝謝 班班跟好好我們領練情喔 以哈囉你給問嗎 入圍的生活風格節目主持人獎的 視網膜以及大佩 緊張啦 什麼東西 我們都有啊 都有啊 不要啦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做節目 最擔心就是遇到什麼 在他們心中 對啊 來問一下好了 那請問一下問題就是在 絕地這個 浪浪守護者的過程當中 有的意料是 來的問題 請問一下 歡迎 你 Lima幫幫忙 哈囉有事嗎 入圍生活風格節目主持人獎的 甜美主播蔡亦帆 跟帥氣型男熊大律師陳軍偉 也許真的今天有機會可以拿獎 大家一起讓同學們看見你們的開心 好 謝謝 謝謝小平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裡面請祝福得獎 謝謝 好 接下來聽說派對區呢 超級電 可能會電暈全場 星光大道會尖叫聲 尖叫不停 是這樣嗎 木木 沒錯 下一段回來我的好朋友們 冠軍男團YUNAS即將要登場啦 第59屆金鐘獎節目類型 現在下禮車的這位 就是超美的山系女孩 陳明珠 去年陳明珠就以 他給他拆封 山崇雄仔 在張之細路當中 每一條路最後面呢 都能夠通向自己的優雅 那最後面 最後箭頭是指向我 所以呢這也是代表 一條一條的山路 那這是今年所準備的服裝部分 今年呢是第二次 以這個節目來入圍 然後其實是非常緊張 也很期待能夠順利得獎 可以把這份榮耀跟團隊 一起來分享 他們就是以上山下海過夜之 擊倒台灣 入圍意志及實境節目獎 跟主持人獎的 艾美 Max 黃世傑 八弟跟製作團隊 歡迎你們 一起來共同的參與製作 所以他們這些六家經濟公司 他們從選角開始 首選取 包含每一次的舞台呈現 服裝造型 他們就已經有非常鮮明的打造出來了 所以說我覺得這一次的節目真的是一個 所有人一起共同努力出來的成果 今年呢總計有886件作品報名 評審委員歷時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評選出了101件作品入圍 要來角逐21座金鐘獎項 究竟今晚獎落誰家呢 想必是所有電視人最期待的事 今天很開心我的首次主持呢 能夠穿著占卜老師特別為我設計的禮服 各位觀眾 我把全部金鐘五九的入圍名單 都穿在身上了各位 哇 哇